这座少女胸像是艺术家黄土水 在1920年把在东京美术学校毕业的作品 送给母校大道成功学校 也就是现在的台北市太平国校 2020年在北市美术馆首度公开展出后 获得热烈回响 为了典长维护这座雕像 三位老校友捐资1600万 启动太平国小博物馆专案 催生台湾首座校园生态博物馆 其实大家如果对黄土水的东西有理解的话 他在1922年他曾经写过一篇很重要的文章 叫出生在台湾 里面谈了很多他对台湾的很多的期待跟想法 这里面他就提到怎么样让台湾 提升台湾的艺术的水准 在艺术教育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我觉得是因为他这样子的一个初心 所以他把他的最心爱的一个作品 就带到了这个太平国小 然后给了他的学弟学妹 埋下了这个艺术的种子 为了艺术教育 因为他当时一定是很期待 让他的这些学弟学妹们 可以亲自艺术作品 每个作品好的艺术创作 我觉得是他当时的一个心意 没想到这样子就经过了这个 整整的100年的时间 那也很特别的 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 就是经过100年的时光 这个少女胸像在这个太平国小 100年之后重新被大家看到 但是这100年的时间里面 其实校友们也非常努力地 学校这边也非常努力地保存它 收藏它 那可是呢 在2020年的时候呢 在这个不许的青春的展览里面 才第一次让更多的台湾人 看到的这个少女胸像 这样子的一个黄土水这么重要的 这么珍贵的一个作品 那之后呢 当然就有非常多的讨论 就是说 那到底这个少女胸像 应该归属于何处这样子 那当然呢 能够能够到国家或者市政府的 一个相关的专业机构去收藏保存 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但是呢 两个因素 第一个就是因为 我刚才提到的 这个黄土水当时要把这个少女胸像 捐给太平国小的心意 他就是希望让他跟教育结合 让他可以跟更多的他的学弟学妹们 在小学的阶段 从小开始就可以亲自更好 更多的好的艺术作品 有这样的一个心意 第二个呢 当然是一百年来这个学校的 这个校友们 这么的努力地增长 这样子的一个作品 所以呢 当时我也在思考 还有没有第三条路 就是让他可以就地保存 而能够跟这个一百年的脉络能够连结 那其实这两三个月的时间呢 我们已经进行用非常专业的方式 他除了少女胸像之外的 其他的这一百多年的学校的 所有的文史资料 各方面的这些文物的 这些整理 登录 编幕 保存 修复 已经紧锣密鼓地在进行之中 那他的专业性里面呢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 这个文物的资产的保存之外 怎么样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怎么样跟学校的教育可以整合 可以结合 然后跟社区可以开放 这也是专业性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 太平国小校友 同时也是王道银行荣誉董事的 骆景明表示 在台湾少子化的趋势下 台北市因三家利用空闲的校内空间 进行整合释放 而市长克文哲哲表示 太平国小算是社区小博物馆的 事半地点 但没有产业撑不久 目前也在规划文化产业 如何转化成观光彩 我在太平国小就学的时候 学生五六千个人 现在剩下五百五十个人 因为少子化的问题 同时我在这里要大胆的跟市长建议 因为我们对面就是永热火小 我看他们的情况也跟我们差不多 所以为什么呢 我觉得台北市上有很多的 这么多的学校的空地 如何把它好好的把它运用 把两个学校合并起来 那是不是把剩下的那块地 可以做台北市很多的公共建筑 甚至公园 甚至很多的用途 我觉得台北不只是太平永热 我相信有很多的国小也会同样发生同样的问题 所以我是建议市长能够好好把这些东西把它融合在一起 那刚才那个郭子宁董事长在问那个其实都有答案 我们台北市236个国小国中高中 有70%的校舍在未来15到20年内要改建 因为民国57年90国民有加 所以说民国57年到60几年的时候 台北市的校舍大量扩张 那到今年刚好超过50年 那所以当年也没有耐震息 所以我们有一个计划就叫EODM Education Orientation 以教育为导这样的都市计划从政 那所以这个我们有完整的计划 那已经有一个在示范 孟甲学员 万华有个叫 万华那个有五个学校合在一起 从那个叫东远跟双远 再来是南海幼稚园 再来国中是华江 华江高中跟万华高中 五个学校刚好都合在一起 那个已经开始在发设计符 那个将来就是要做到像大学城一样 没有围墙 就是把那个我们在欧洲看那种大学生的概念带进来 这是我们第一个大规模在 那五个学校都在一起 那有一个已经在着手进行了 永春跟永籍合并 改名叫双永国家 其实我们有在做啦 只是我们很早去外面宣传 人家不晓得我们已经在做了 所以的确我们两百三十六个学校 将来按照人口重新复职 那把每个学校再改变过程当中 要变成一个社区的改变 看你是拖映拖幼拖勞 是一间照顾中心 是一间活动中心 是一间办公室 想得到的就是说 所以我们有那个 用Google Map 这是很龐大的计划 今天早上才讨论过 因为今天早上讨论 所有联合议员无法重整 或要怎么做 联合联合议员 所以这个后来发现 穿西装改西装 一定要一开始在写20年计划 所以那个 还有是联合议员20年改建计划 今天早上才在讨论 那那个我们整个 稍微236个学校改建计划 现在有一个副秘书长 专案小组找议员 专案办公室开始在处理 所以这个 不过所有这些 讲得很简单 推广一下好几年 那之前还在20年 但是我发现 这个台湾要走向一个 现代化国家 要开始有些 政治的思维要改变 就是要有20年计划 一次就写20年计划 让它有办法做起来 不过今天这个是我们社区 分入社区小博物馆的示范地点 我们看看这个 如果可以成功的话 你知道 我们将来就可以在台北市广设 这种小博物馆 小博物馆小美术馆 那因为这个地方可以接近大稻层 所以每一栋博物馆你知道 它一定要融入那个社区 所以这将来一定要跟大稻层有个连接 为什么你们在想的是博物馆 我在想的是观光赚钱 我发现没有产业化都送不久 所以一定要让它变产业化 所以文化产业 当然怎么做 目前也在规划 太平国小博物馆专案正式启动后 预计在2023年下半年是营运 2024年正式开馆 因百岁少女而催生的博物馆 不仅串联跨世代师生校友 与各领域专家 同时也推动台湾博物馆发展 进入全新篇章 记者联席会台北报道